大家好,我是小杨,又到了吃鲜蒜的季节了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腌糖蒜,好吃又简单的家常做法,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这是我今天早晨从市场上买的10斤新鲜的大蒜,我们把头部稍微剪掉一部分,再去一下皮,留一到两层就可以。 皮太厚了,不容易入味。 最近几天,我们这边大蒜便宜了,两元钱一斤,我买了10斤大蒜,花了20块钱,朋友们,你们那边鲜鲜的大蒜多少钱一斤啊,可以评论在下方。 大蒜放在一个大盆中,倒入凉白开水。 里面再加150克的食用盐。 大蒜泡水,这一步可以杀菌消毒,还可以去除大蒜里面的辛辣味。 放在一边,浸泡一个晚上。 锅中倒入1000克的凉水, 500克的香醋, 400克的酱油, 150克的食用盐, 再加400克的白砂糖。 开火,把汤汁煮开。 像这样,煮至沸腾,关火,放凉。 现在大蒜已经浸泡了一个晚上。 再把头部朝下,控干水分。 像这样,放在通风的地方,两个小时就可以吹干水分。 晾干水分的大蒜,放在一个无水无油的罐子里。 再把熬好放凉的料汁倒在里面。 最后再加几滴高度白酒,这样可以延长保存的时间。 先干上盖子,晃动一下。 放到阴远的地方,腌制3-5天就可以食用了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,又香又脆,非常的好吃。 我是小杨,感谢朋友们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